警方在11時 接我們110通知報案 在我們轄區的鳳甲路 有人侵入民宅 於是我們警主等事人立即前往 當我們前往了解的時候 發現 一是一對男女 陽性跟原性男女 自稱 這是他們的家 所以 直接進入裡面 可是在屋主的一名屋主的媽媽 七十幾歲 看到一男一女突然驚慌的大叫 並且叫上二樓的 家人 馬上報案 我們警方到達了解的時候 這個陽顯 還當著警方的面前 在質疑屋主 還要準備拿哨法打他 我們全案 把陽性嫌犯跟原性嫌犯 以非法侵入住宅給逮捕 可是我們警主在 在盤查過程中的時候發現 這個陽顯跟 原性女子 精神 很恍惚啊 而且 原女身上 疑似掉落了粉末 的物品 我們 經過護帶縮手 在陽顯身上 查獲 二級毒品 FN221D 以及 原女身上 所掉落物品 含有 NDNA 成分的 毒品反應 我們全案依違反 毒品行制條例 及 非法侵入住宅 移送高潛地檢署 並擴大偵辦 上上溯源 後續的毒品來源 含咖啡 含咖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